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先生会,你的人形故事机,好久不见 这事很忙,大家也看上来了,了不了解我的朋友也都知道我现在一个状态 就是终于不用再去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常居了 今天看到了一个朋友圈,好多人我周围的人都在转发 就是国博,国家博物馆发了一个通知 说的意思是禁止讲解,只能听国博的讲解 我看了一下,价格还行,三百多块钱,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讲解,说实话不贵,跟我差不多一个价 我三个小时就三百块钱,他三百多比我贵点 但是我自信的说一句,我估计他讲的没我好 但实话是说,毕竟干这行专门吃这碗饭的 和你在里头按照一定的导渡词去讲的,肯定是有区别的 这个国博给的理由也很简单 他就说为了维护国博里面的秩序 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让历史被吸收 其实这一点,说实话,你相信各位朋友 不管是在哪儿了解中国的一些形式都会知道 不让吸收历史,其实很重要 因为历史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中国没有历史 24史就是24度,中国历史上24次掉进同一个坑里 对吧,包括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含义 我没有说现在,我只是说中国的历史 历史不能被细说这个事 我既赞同也反对 首先来说,赞同的一点在于什么呢 有一些的朋友会把这个细说的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去听 这一点呢,其实是对历史的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发展 但是我赞成它的一点,就是我反对它的呢 也是因为这个,就拿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真环传这个节目,这个电视剧 但是各位可能也都知道,我的历史的启蒙呢 是这个雍正传,佛尔康先生写的雍正传 可以说我对雍正还是比较了解的 我对雍正比较了解 自然知道真环传里头拍的都是假的,都是胡扯 但是不妨碍我个人爱看 我的一个观点呢,是如果您各位把这个真环传当作正史来看 或者只把它当作正史来看 那也不是真环传的问题 应该是看这个戏的人的问题 对吧,那这个话说回来了 那说不说这个历史能不能细说呢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增加一部分戏说的东西的 为什么呢,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会让这个整个历史出圈 像真环传不是说这么一句话 所有做历史行业的人都要感谢真环传 因为真环传让历史出了圈 您只有看了真环传对他感兴趣了 我跟您说,历史上的华飞给雍正生过四个孩子 你才会爱听 否则你连雍正,年飞,年庚鸟,九子夺迪 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会爱听一个人在这叨叨叨跟你说历史呢 对吧,所以它会让更多的人关注这段历史 但是呢,后来也引发了很多不好的点 比如说各种后来又拍的什么如意传啊 和一些咱俩咱把我都没听说过的电视剧啊 或者就知道一个名都说不上来的那些电视剧啊 就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就给玩脱了 就玩跑偏了 好多人都在学真环传的模式 但是都没学出来 这个也很正常,对吧 说回国博这个事啊 我其实也特别的感慨啊 因为国博在我印象中 首先它是免费的 第二呢,这几年 这个随着前几年的这个疫情防控啊 这个全民的这个防控 这个国博相信的日子也不好过 如今呢,如果要有很多人去国博里面讲解啊 你就不买那个国博本身的讲解 自然会抢这个国博这么一个国企的这么一个费用啊 当然我相信这么大的企业 每年从老百姓身上抠的那点钱啊 专门的行政拨款 您上上那些领导要是不贪污的话 估计也是能有有不少的啊 这两天不是听说一事吗 两千万人民币的资金 还是多少亿的人民币的资金 就投入在这个国博当中 投入在国博当中 我一看我朋友说这么一句话 就如果这些钱都给员工发工资 能发到下辈子去 真是真能发到下辈子去 对吧 您这个员工工资还能发多少啊 对吧 您这个和你这个其他产品养护来说 员工工资那简直就是几乎没有钱了嘛 对吧 当然这个除了这笔钱之外 还有别的费用 都在源不断的往这种公家单位去投 对吧 但是他这种公家单位的胃口是无穷的 所以说您说像他们 也没有人会嫌自己的钱多 对吧 所以让他们一定会阻止这种事的 第二呢 就是咱们又得说回来 这个所谓细说历史这个事 细说历史这个事 其实在我看来啊 特别扯淡 因为按照这个李开元先生 他的这个观念啊 历史应该有这么几重境界 首先第一重啊 是历史原貌 比如说当年 这个司马迁在记录 司马迁 咱们拿司马迁来举例了吧 司马迁他当时所经历的 包括您跟我个人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段时间 往后若干年就是所谓第一重历史 就是历史的原貌 第二重历史是什么呢 第二重历史是咱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一些记录 像中国古代像是很多史书 对吧 官方修的史书民间修 以官方修的史书为主啊 这些史书中的内容是第二重历史 就是对历史的记载 不管原来是文字的 还是现在是有什么录音啊 录像啊 包括这个一些其他方式啊 这些都属于第二重历史 第三重历史是什么呢 是研究这些二重历史的人 他们的那些著作 这是第三重历史 第四重历史呢 就是根据这些著作 去改编的一些非历史性的 就历史性的一些小说类的这种节目 这种东西 比如说雍正大帝 比如说二月和先生写的雍正大帝 包括康熙大帝 他写的这两部书非常不错 我推荐各位看看 那本书看着看着 你就会怀疑到底哪个是历史 哪个是编的了 你知道吧 比如说二月和先生写的雍正大帝 这个就属于第四重历史 我根据历史改编的小说 再创作这么一个过程 那第五重历史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二月和的某一本历史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 这是第五重历史 那当然往后还有第N重 比如说看电视剧之后的观后感 等等 蜘蛛死了一大堆动下 你可以往后一直在推 推到N重都可以 这是历史的几重境界 所谓这个细说历史 咱说实话 您只要不是历史的亲历人 都难免会细说 对吧 就说像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 他当时看见这个刘邦 说那句话了吗 对吧 大丈夫就该这样 对吧 像语说 这个你凭什么当 你凭什么当王 我也应该能给你弄下来 我也能这样 对吧 你司马迁不在现场 你是听谁说的呢 所以本身史记二十四史的第一步 他其中就有多少 就有一些细说的成分 对吧 包括后世人 你比如说二十四史 明史 明史是清朝人修的 是清朝人根据明代的一些官方记录修的 这个实际上已经算是第三重历史了 他不是记录那些历史当时的那些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很难真正的接触到第一重和第二重历史 我们只能把已经有细说成分的第三重历史 当作历史的原貌 去来学习 去来研究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何来细说历史 怎么你说 除了第一重历史之外 多少都会带有细说的成分 那你怎么怎么规定 什么叫细说 细说多少算细说 你没法规定了吧 那好 那么咱们今天不纠结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再往后说一点 什么呢 如果你要禁止人们在国博讲解 是因为细说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京剧也给进了 京剧里那些段子 哪个是真事 对吧 四郎探谱 讲羊肉郎的故事 羊肉郎本身就是假的呀 就没有杨家将这些事啊 就算有杨家将也 杨老令宫也没生到 杨六郎这个孩子也不存在呀 对吧 那么多京剧的样本戏 那么多京剧的那些内容 哪个是还原历史了 没有一部是还原历史的 不都在细说吗 杨子荣 咱们说是现代戏 智取维吾山 杨子荣 智取维吾山 其实就是很简单 利用这个一些情报 然后把作战雕这帮人 骗到了山下的一个什么 驿站里头 类似 光机出境的几个人 就给逮捕了 就没有什么打鼓上身 那个然后接着还对 然后还对重点 没有这些内容 所以那你说这个 智取维吾山 算不算是京剧 算不算是细说历史 算吧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京剧 这些细说历史都进了 以免这些人误人子弟 对吧 那你拍的那么多抗日神剧 亮剑 这在咱们口中 津津乐道的一部电视剧 亮剑 亮剑更是细说历史了 就没有李雲中这个人 没有独立传这个东西 对吧 当年386旅 下面就没有这个东西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拍这种 你不误人子弟吗 当年共产党 当当年共产党 八路军跟日本人打过几仗 对吧 你这不都是误人子弟吗 你这不都是没有还原历史 你不都在误人子弟 你不都在细说历史吗 那你这没有拍的 历史的真相 哪那么容易不被细说呀 所以本身国博这个东西 犯我看来就扯淡 说实话 就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啊 我很庆幸 我不用再为这些事去发愁了 因为我估计 我压根也没有机会 再去国博这个地方 也不会再在国博这个地方 讲任何的线下活动 就算是那个地方 之后他开放了 我也很难再回到那个地方 去讲这个线下活动 我非常庆幸 我可以不用再忌讳这种东西 或者说我不用再去为这些东西 去烦恼 去发愁 去像我的朋友们一样 去发个朋友圈 去骂街了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慨 感谢各位 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节目 今天说实话 在这个真的有点像家图四壁的地方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 各位就这么着吧 拜拜